李文轻声可能早有预兆 回看他三年前发过的内容 要抑制破碎的心灵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时间 就能够证明 李文的抑郁倾向足够严重 而且已经有很多事情 将他压到喘不过气了 每个字都在阐述抑郁症 带给自己若干份痛苦 作为亚洲最强唱调天后 他用一条右腿支撑着身体 在舞台跳了近30年 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 是有缺憾的 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 今年2月 李文病情再度恶化 他发视频说 自己受伤了没法跳舞 但他没说的是 其实自己连路都走不了 这首歌特别你们帮我跳 我现在刚好在养伤 前一阵子受伤了 还不能跳舞 所以最渴望看到 就是大家帮我跳这首歌 那段时间 他忙着发新歌 也忙着锻炼肌肉 重新向婴儿班学习走路 如果说身体疾病 是李文此生最大的痛 那婚姻的疾苦 恐怕更是他自已导火索 2011年 李文嫁给了年长 他16岁的外国富商 两人结婚数年 却未有子女 他在镜头前不止一次说 自己非常渴望一个孩子 少年也经历过9次使馆 却未能有一次如愿 哪怕自己做到了 视如极出的对待两个妓女 却也没能在丈夫出轨后 收到一句宽慰 家庭的一次接一次背叛 让李文极度伤心 他曾说 自己是最坚强的女战士 而现实却告诉大家 原来女战士 也会对世界失去希望 我真的可以取出了 我会让你做好多小时的